将高达45亿 比高端卖疫苗给政府 获利40亿还要赚 但是诡异的是 去年就有高达40几家 来申请拖曳快筛 通通被打回票 蓝军质疑难道挺绿的企业 才是承包保证吗 卫福部火速独家核准 高端总经理陈灿坚 创办的福佑达 进口韩国拖曳快筛 现在更被蓝军踢爆 福佑达赚很大 明代估计这款拖曳快筛 在马来西亚每一金卖100元 但福佑达将在台湾 大约卖230元 算一算利润恐怕高达45亿 比高端卖疫苗 赚40亿还要多 夸张的是蓝军发现 去年就有40件 拖曳快筛申请 其中还有跟福佑达 申请同厂牌 但都因为资料不全 被驳回当中充满猫腻 当初总统帮高端疫苗 挂保证 如今拖曳快筛 又和高端陈灿坚有关 蓝军质疑中央突立场上 绝对没有图立的问题 国家有国家的一个审查的方式 官员讲的话 如果会听到高赛就会这么紧 怎么老是跟高端有关呢 难道高端是属于 卫福部的部署企业是吗 人家一获利就是45亿 45亿是45后面 8个零 你要得赚几辈子 以前说台湾 从卖疫苗快筛到鼓励 高端帮大法力士 政府怎么审核 都是他们最优秀 成了另类的台湾企迹 记者众好报道